我是个不受宠的哑巴公主 在深宫之中的第十五年 我挨了一顿打 换来了一个暗卫 我想 世界上大概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 我以为可以和她一直那样相伴下去 直到有一天 父皇说 要送我去和亲 我喜欢上了一个暗卫 但我是个哑巴 说不出喜欢这两个字 她冷漠 暗淡 一双眼睛我见过 其实很亮 却像是光的影子 永远逆藏于暗处 我回头从来看不见她 但是我知道 她一定在 她是父皇送给我的 我生母 位分卑贱 这也不是要紧的 只是我生来不会说话 不被父皇记得 也没有什么靠山 在这宫中免不了吃一些苦头 宫人们扯着头发把我压在那条鹅卵石路径上按打 欺辱时 我就在想 听闻我生母不过最下等的洗脚壁 却因为在这条铺满落花的路上被父皇一眼瞧见 才能够生下我来 大抵这条路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我被一个宫女揪住一块肉宁的时候 恰逢父皇路过 这还是我十五年来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看过她 这是何等奇妙的体验 我做了我这辈子最聪明的举动 我被打得生疼 却抬起眼朝父皇弯起唇含泪笑了 这一眼叫父皇想起了那个当年在这条落花小径上浅笑倩息的女子来 她略松开眉 恍然大悟 喊我 小十七 没人给我取名 线下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 十七 父皇把她的贴身暗卫送了我一个 暗卫动起来 像风那么快 又像影子般隐秘 她把其在我身上的工人掀开 又悄无声息的贵符在我身边 我把蓬乱的头发捋到一边 悄悄地打亮一眼 我见不着她的脸 但是她的一双眼 我记住了 亮得像是燎原之火 父皇不见我硬化 我伸出手笔画 他皱起眉 才想起来 小十七原本是不会讲话的女儿 他扫兴地收回眼 不再对我过多地观问 但就这么一点垂帘 让我有了间小小的宫殿 又有了温顺的宫壁 我还有了个暗卫 令酒 我是天生哑巴 说不了话 可她和我差不了多少 除却答应父皇来我身边好好的照料我那一句 遵命 就再没听她发出过什么声响 深宫寂寞 我因年少受辱太过 夜里总是闭不上眼睛好好睡觉 我从前怕有老鼠爬过我的脸 怕有人成夜掐上我的脖子 如今有了一处清静的地方 却还是提着一颗心辗转难眠 一滴雨砸在窗帘 门被风之爱吹响的声音 都会令我请客间惊醒 我睡不了觉 睁大了眼睛把自己蜷缩成一团 月光清浅 我却见到有窗上那一层保纸 聚起一只兔子的影像 轻轻地跃动着 再一动 变成了一只挺着大肚子的夫人 又咕噜化作一个圆滚的娃娃 那方有窗上小小的影子 就这样变换着 春夜宁静 我想问 令酒 是你吗? 张了张嘴 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我多年后再想起 不知她看着那时睡觉 都不敢闭上眼睛的我 究竟是什么样的耐心来做这些事情 她其实不过是要我知晓 安心地睡 有暗卫做我的眼睛 不必怕 我后来便慢慢地容易睡觉了 令酒会的本事好像很多 她有时会掐一叶竹叶来吹笛 笛声一直轻荡到我的梦里 我有时对她格外好奇 便偷偷地下了床 慢慢地走到床边 手搭在那窗帘上 稍稍一动就可以开了窗 再看一看那双黑尘的眼睛 然而却生了窃 默默地收回手 我怕她不高兴 这漫长夜里 就再没有人能陪我了 下一瞬 那有窗却被人从外面打开了 外头挂着好大一轮明月 令酒就站在窗外 一身的夜露 我头一次看见她不戴面具的模样 她生得很好 寡言而冷漠 通身如同一柄出窍的刀刃 却因为这柔和的夜色沉静了下来 她伸出手递了个笛子给我 骨节分明 却不多说话 我正正地接过 见我不动 她眉间压下点不耐烦 抬起我的手 把笛子递到我的唇边 单字吓得很利落 她说 吹 我下意识地照做 笛子发出的声音顺着风吹响 我睁大了眼 我不能说话 心中却十分喜悦 这尚且能算作我第一次发生 令酒立着 我不会道谢 伸手扶去她身上沾惹的路 她却退一步 躲开我的手 我有些尴尬地收回手 其实一开始便如此精畏分明 我说不了谢谢 她看不懂我的手势 她是暂时依托于我的暗卫 我却永远做不了她的主人 然而 然而 谢谢 令酒只在夜里出现过 白日里轻易地见不到他人 我便愈发期待起晚上来 可能这深宫里我一个人实在太寂寞 害怕 酒公主来我宫殿里时 排场很大 我不知道 我这样低微的只有一个数字时期的女儿 怎么惹到了她这位正宫所出的尊贵嫡公主 但是她就是来了 她恶狠狠地掐上我的脸 扣单红得像血 把我摔在地上 骂道 谁许你这样的哑巴出现在裴大人前头的 酒公主肚气中 又爱慕裴大人很久 我虽然是哑巴 却天生一副好面容 可我连裴大人是谁都不知道 若是酒公主只打骂我一顿也就罢了 我忍忍变过去了 她还带了几个侍卫 我眼睁睁地看着我温顺的侍女听话地走到门外 眼睁睁地瞧着那几个侍卫解腰带 酒公主看我 不像看姐妹像是看落在地上的残花 我跌倒在地上 往后挪退 我这样仰头看着 那几个侍卫愈发显得如黑云蔽日 可外头分明是那样好的一个艳阳天 我是哑巴 连哭都发不出声音来 我哭着摇头 往后边退 然而下一瞬 我面前挡了一个影 她半侧过脸来 骨相极佳 日光隐隐绰绰地落到她略苍白的脸上 是另酒啊 她的功夫很好 方才几个还宽衣解带的侍卫 已经痛苦地蜷缩在地上 酒公主尖叫起来 按理来说她该止步了 可我看得分明 她伤了酒公主 她那样挺拔 挡去我的灾厄 原来她也是会在白日出现的 只是每每她于白日出现 是我不好的时候 灵酒还是没说话 却回过头看我一眼 像是干燥的阳光 疏忽而过 她又尾身于阴暗 酒公主走了 然而灵酒也被叫走了 我晚上的窗前再没有影子 我再听不见那竹叶吹成的音 我睡不着觉了 就蜷缩起来 一点一点地等天亮 父皇问我情况时 我是哑巴 说不出自己受过的苦 只能一遍遍地流着泪磕头 我想说 我要令酒回来 我磕头 我哭 我是个没用的公主啊 保护我是要受苦的 我等啊等 令酒总归是回来了 只是一身的伤 在夜晚用纸截轻轻地敲窗 我开了窗 见她一脸苍白 却从袖中为我翻出一只雀来 她垂下眼 长风吹拂过 令酒喊我 公主 给你 我伸手 却突然按上自己的眼睛 快要落泪了 我顿了顿 才伸出手 把那只受伤的丑雀儿接过 令酒吐了口气 眉眼舒缓了下来 就要转身离去 我见月的伸出手 握住令酒的手臂 已经竭力地避开阴出血的地方 可是还是不免碰到 可她连眉头都没有皱半分 我比划了两下 我想说 我替你包扎处理下 令酒沉默地看着我 那股压着的锐气被月色冲淡 但是像看不懂我要表达什么 我泻气地放下手 她却露出一个浅淡地笑 她本来就是这样冷的人 一笑起来 却很惊艳 她说 不用 公主千金之躯 她看懂了 我啊 一生 却有点难过 我做不了太多事 只是想小小地回馈一点而已 令酒看着我的眼睛 她重复地说了一遍 不必 她又像一阵风一样 回归到她的暗处去 夜晚的竹林洒洒地响 月光如水般流淌 令酒给我的那只雀儿角好像伤到了 此时乖乖地趴着 已经被人细心地包扎过了 我戳了戳她的肚子 我在深宫之中的第十五年 挨了一顿打 换来了一个令酒 我看着天上的明月 拖腮想 世界上大概没有比这个更幸福的事情了 须是因祸得福 因着九公主这档子事 我父皇又重新计挂起了我 大概是她年岁已老 宫中的皇子 皇女大多出嫁 娶妻了 早已离开了皇宫 她身边剩下的女儿 只剩下我和九公主 十公主这些人 她老来难得起了一点慈父的心 就把我签了个更大 更奢华的宫殿 远离了那个靠着竹林的地方 我虽然不会说话 但从小没有教养 脾气比起几位公主 格外温顺 恰好讨了我父皇的欢心 她为我找了教习嬷嬷 来练我的姿态 我便事事尽心 摔得膝盖轻肿 也要做得最好 九公主笑我可慕爱过了头 想着这样多博得一些 父皇欢心 其实她说得也没错 我是想要父皇带我再上心一些 我想 若我地位再高一些 也能护得助令久些 父皇闲时教我写字 我写得吃力 生疏 她便轻轻地一皱眉 我以为她要怪我 她却轻轻地叹了口气 摸上我柔顺的发 她说 小时期 你受苦了 她这皱眉 从前欺辱我的那些工人都被处罚了 连九公主给我使的那些绊子也没能躲过去 和宫上下才知道 这位出身卑贱被忽视了多年的十七公主 是得了圣券了 父皇摸我头发时 我感觉心间有股酸涩涌上来 像是从前忽视的被压着的情绪有了着落的地方 新宫殿里陈列了许多珍宝 父皇像是觉得有些亏欠 一次性地把十几年缺漏的东西都补上 宫里来来回回地来了许多工人 连侍卫都不曾落下 云一样的绸缎 水一样 透亮的玉石源源不断地送到我的手上 和宫上下见了我 再不能欺辱我半分 都要低下头 换我一生十七公主 九公主唐仪见了我 只能嘴上逞一分能 再不能对我做什么了 我像是刚得了唐的小孩 这些福分吃下去都是甜蜜 然而回味过来 又免不了生腻 我半夜从梦中惊醒时 才正正地发现 我窗外再没有竹林萨萨的声音 月光不再透过窗纱进来 窗外也在没令酒的身影 我好久没见过令酒了 我刚惊醒 首夜的丫头就急慌慌地来问我 公主 怎么了 我摇了摇头 可是 怎么会没有事呢 我边上有了大堆的丫鬟婆子 外头绕了一圈圈的侍卫 我不必再担心有老鼠爬过我的脸也能安心入睡 但是 令酒不能再在深夜给我吹笛了 那只雀儿 我把它照料得很好 金丝龙中装着它 但总是奄奄的 我想 我想令酒了 我写字总是很吃力 写字也写得难看 父皇打量了一下我的字 给我点了个新师傅 我这才亲眼看见裴大人 青莲坐骨 两袖如云 父皇唤他一声裴青 道 小时期的字实在难看 裴青写得向来好 好好的教教他 我少见生难 难为情地低下头 看着自己邪履上那一朵莲花 裴大人站在我的面前 含笑地唤我一声 十七公主 我抬起头 她伸出手 白皙地指节弯动 像是蝴蝶偏飞一样轻盈 我略略地睁大眼 她没有同我说话 她用的是手语 静静地和我道 十七公主 你好 我心头不知道漫上什么样的感觉 像是那些甜蜜都褪去了你 我弯起一个笑 十分真心实意地和父皇道谢 我时常觉得这天降的好运像是一场燃烧的美梦 是虚假的 可裴大人的到来 让这场梦境逐渐地真实起来 深宫里少见温情真意 我却从裴大人身上感受到了那么一分 她会用手语说话 我们的交流是宁静而丰富的 她教我写字 比在她指下阴出疏狂的字来 九公主知道了气得要发疯 险些推翻了我写字的暗桌 可裴大人一出现 她又委屈地红了眼眶 扯着她的袖子 问要不要吃她宫里新做的糕点 原来 九公主也有这样柔软的时候 可裴大人只是不动声色地扯出她的袖子 眼见九公主的脸色一点点地变白 她是哭着离去的 裴大人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 那双眼又柔和地看向我 我摆了白手 意思说是没关系 裴大人才转身离去 急匆匆地去安抚那尊贵的九公主 我在藏书阁的暗桌上看书 不小心睡着了 却是被烟枪醒的 远远地撩起了大火 我用大袖捂住口鼻 然而火一四起 我往高处跑 卷疾备火舔势 一瞬间就没了踪影 我不免吸入沉烟 想大声呼喊 然而我 不过是哑巴 我连求救的资格都没有 我咳嗽得满脸都是泪 我最终跌落在角落中 神思昏昏沉沉 眼睛被熏得睁不开 我抱紧自己 几乎昏沉过去 真是烫啊 然而这炙热中 我却被庸入一个清凉的怀抱之中 我下意识地凑近他的颈尖 他略略顿住 避过疗火 穿过瘫岛的梁柱 我想 再一次睁开眼 确实不能 我眼睛太痛了 直到闯到外头 我再一次有意识 是被这干净 平常的空气唤醒的 后头是烧成一片的阁楼 我竭力地睁开眼 却顿住 抓着我的人 原来是裴大人 我不知道自己期盼什么 只是心里难免失望 裴大人俯着我的背 轻声对我说 公主 没事了 清淡的声音里 却带了让人十分安心的感觉 我放松了下来 我又昏了过去 再醒来 已是在我寝宫的床上 父皇就坐在我的床边 苍老 肥胖的脸上露出了疲态 像是守了很久的模样 我睁开眼 父皇替我掖了掖背脚 十七 还疼不疼 我眼泪一下就慢了出来 十七 你疼不疼 我从未说过疼 我是哑巴 说不出来 我从未说过疼 没人问我一句 疼不疼 这场在我眼里虚幻的梦 一点一点地真实了起来 我颤着唇 轻轻地唤一声父皇 只是没有声音 这样无声地坐着 我摇摇头 父皇伸过手来顺了顺我的长发 脸上露出一点灵力来 他说 这样的事 朕保证 不会再发生了 我想起来 拉过他的手 在他的手心一笔一画地写下了九字 我想见令酒 父皇疑惑了 这才想起来 淡淡道 护主不力 去领罚了 我摇摇头 不是的 令酒很好的 我还要说话 父皇却揉了揉眉心 摆了摆手 他守得倦了 也是时候离开了 我被记名在了皇后的名下 那是个端庄总是含笑的女人 我不知道我的生母长得什么样 自小被丢在冷宫里像野草一样生长 九公主有的东西很多 我羡慕她的自艺自由 也羡慕她有那么一个母亲 九公主因为上次掀我桌子的事情 被皇后娘娘知道了 罚她禁足一月 还要抄许多眷书 这禁足的一个月里 皇后时常把我带在身边 连接见朝廷命赴时 也把我带在左右 人人都不许再提我一句不好 甚至许多人为了巴结我 还都去学了手语 人人都说 十七公主除却不会说话之外 真是这宫里最好的姑娘了 陪大人遇见旁的人用手语和我沟通 拧着没苦恼地说 十七公主太受欢迎 这样我都不是唯一能和你这样说话的人了 我睁大眼睛 她才弯眼笑了 不过这样不是很好吗? 十七公主 本就该在阳光之下 我真心实意地露出一个笑来 我贴身的婢女都知道 十七公主近来有个癖好 夜里喜欢吹笛子 取不成调的 父皇说 令酒不日就能回来 我求了情 父皇说法得并不重 只是犯了错不小成一番 只怕规矩立不下 不日是几日 没人能告诉我 但是我想 只要令酒回来了 听见我的笛声 肯定会来看我 天上的月亮 渐渐地变远了 我已坐在窗上 手里的笛子 有一搭没一搭地吹着 白日里精力耗费太多 我有些昏昏欲睡 打了个瞌睡就要往前面栽下的时候 一双手却接住了我 是我熟悉的青竹味 我一瞬间就清醒了过来 十分高兴地缓住了她的脖子 如果我能够说话 一定快乐地喊一声 令酒 令酒顿住 我手下的身躯在一瞬间好像有些僵硬住了 连揽在我腰间的手都有些无措 她正了一瞬才微微地侧过脸去 天上的月亮圆圆的 我看见我和令酒的影子被小小地投在地上 我的脸蹭着她温热的脖子 才回过神来 不好意思地放开还住她的手 令酒把我重新在窗台上放好 我才看见她的模样 她戴了半枚面具 露出弧线优美的下颌 那出翘剑般的冷厉 此刻不知何缘故 竟然流转着柔和 她升得高 但我坐在窗上 却生生地和她持平 看见她像夜色一样 宁静的眼睛 我的手微微地全起 不知道这样简单地注视为什么这么紧张 可是我又是那么欢喜 重鸣生生 我伸出手摸上她那半枚银色面具 令酒按住我的手腕 声音微哑 公主 不要碰 我顿住 手收回来 手腕上还采有她的温度 我兴致勃勃地把窗边挂着的鸟笼拎出来给她看 雀儿还没睡 已经恢复得好很多了 我把这只丑雀儿捧出来 胖嘟嘟地一只 她也不飞 就这样乖乖地在我的手心 我把她给令酒看 我把她照顾得很好 令酒伸出一只手指来 轻轻地戳了戳她的肚子 她猛然一抖 倒是把令酒看得一正 我笑起来 我把她往天上一送 这只小雀也就扑扑着翅膀飞走了 只留下一个光秃秃的笼子 令酒掀起眼看我 有些不解 她像是要说 那只雀儿本就是捡来陪我的 我扯住她一点袖口 笑弯了眼 可是不用呀 我有令酒陪就够了 她看着我落在她衣袖上的手 很快地侧过脸去 耳后攀上一点红痕 她把我放到一旁的笛子取过 轻轻地吹着 我的脚轻轻地晃动着 以着窗看天上的月亮 月亮啊月亮 你知道我此刻的快乐吗 令酒啊 令酒 酒 令酒回来了 贴身服侍我的春桃大了胆子 和我说 公主近日瞧起来 开怀不少 我弯着眼点点头 已经是五月里了 春末入夏的时候 我向来只穿素淡的衣服 今日挑剪衣服时却顿了顿 选了件鹅黄色的衣裳 春桃年纪不大 刚入宫也不久 和我道 鹅黄色显得公主十分清零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耳根发烫 是因为我觉得令酒也看得见吗 我按例去皇后宫里 因为有些误了时辰 路上不小心绊了一跤 皇后娘娘带我很亲近 把我招呼过去 亲自帮我解了发际重新梳头 我的头发生得很好 乌黑 顺亮 娘娘一边感叹自己年岁意识 一边和我道 说起来也是本宫这些年疏忽了你 日日里吃斋念佛 忘了顾全你了 我连忙摇摇头 她被我慌张的样子逗笑起来 红色的扣单捂着嘴 宫里很少见你这么纯善的孩子 唐仪要是有你这么乖巧便好了 皇后娘娘为我沾好头 从铜镜里打量我 我们小时期 真是个漂亮的姑娘 她话还没说完 从身后就传来九公主唐仪的声音 母后 你怎么给她梳头 她这般低贱 皇后娘娘少见地沉下脸 时期已经记名在本宫名下 便是唐仪你嫡亲的妹妹 你这般说话 是还要再进族医院吗 平日里 将你的礼仪都读到哪里去了 唐仪向来明艳 那眉眼里却暗淡下去 简直要掉下眼泪来 话是对我说的 裴大人你要抢 父皇的宠爱你要抢 现在连母后你都要来争一争 宫里宫外你的风光都比过我了 她恨恨道 我真是后悔 我物字有些好笑 后悔什么呢 后悔曾让侍卫欺无我 却让父皇想起了我吗 我起身告退 皇后娘娘摸摸我的额发 安抚了我几句 冷下脸让九公主留下训诫 我又被传召到父皇身边 父皇年老 头总是疼 我和太医院的医女学了许久 按学的手法很是熟人 行过礼之后便走到小气的父皇身后 为她揉起太阳穴来 父皇闭遮眼睛 唐仪太过骄纵 你别往心里去 我点了点头 父皇把边上的碟子往我面前一推 闭南新送的荔枝 唐仪很爱吃 想来你也是 朕已经派人送到了你宫里一些 我想用首饰做谢 然而想起父皇 是闭遮眼看不见的 又那那地收回手 我离开殿门时 遇见了裴大人 她一笑如浮云苍浪 手指如同苍白的蝴蝶偏飞 公主穿鹅黄很美 好听的话 谁都免不了高兴 我夜里睡前吃了几颗荔枝 果肉雪白 却梦里朦朦胧胧地发热起来 从前在冷相为了活下去 我是什么都能吃的 到头来却是吃这么娇贵的东西却适应不来了 梦里我又成为那个什么都没有的时期 没有父皇 没有春桃 没有陪大人 还有个很重要的人 我记不得了 我什么都抓不住 我痛苦地大哭 老鼠在腥臭里钻来窜去 我在叫酒 什么酒 我忘了 我只记得一个酒 我感觉自己漂泊在池塘底 就要被暴雨打坏 然而朦胧之中 有人攥住我的手 是温热而干燥的 像是阳光漏尽缝隙 她在我耳边唤我 平稳而安静 她叫我 公主 我在 我在 令酒在这里 我不哭了 真好 你在 我就不害怕了 我的烧第二日变退了 我的枕边多了一朵低溜溜带着沉露的花 是轻盈的鹅黄色 皇后上佛 宫中常有高僧来访 我陪着皇后礼佛 拜倒在佛像前 皇后齐佑国泰民安 酒公主齐佑早日讨得陪大人欢心 我闭眼 许愿 我想同令酒 长长久久 神佛 你听见我的声音了吗? 我想要令酒 不做光的影子 它是我的光 却不得不尾身阴暗 我随皇后出佛堂时 却被高僧从后面换住 我停住脚步 我往回走 手里捏着那枚刚刚求得的平安符 高僧把我刚刚抽中的签递给我 低语道 公主恐怕有大胸 我睁大了眼 万事总有转机 谁能在谁的大胸里面扭转乾坤 那支签被我推回去 我摇摇头 内心却出奇地平静 我想 有什么可怕的呢? 这天晚上 我没能等到令酒 我捏在手心那枚平安符 为令酒求得的平安符 没能送出去 世上有相逢 也有分离 神佛没听见我的声音 九公主把令酒要走了 我才想起来 令酒是父皇的暗卫 他要收回去就收回去 父皇说 已经给我新添了暗卫 他停下笔 淡淡道 不过是一个暗卫而已 小九想要 就给了朱笔玄婷 在纸上阴下一块红来 父皇抬眼道 喜怒莫测 你对那暗卫太过伤心 你是朕的十七公主 会嫁给最显赫的儿郎 我心里一惊 却含笑点头 我不能再靠近令酒 这次只是调离 我若是再固执下去 不知道下次是不是性命之忧了 我往外面看 好晴朗的天 突然想到 原来我这样的人 生在这宫里 连靠近谁都是一些错 和宫上下代我如同嫡公主一样尊敬 我不能再奢求更多了 我好像什么都有了 却什么都没得到 我去找了九公主唐仪 她也就笑 哑巴 你来找你那该死的暗卫吗 周遭没有旁人 我不知道 哪里生出来的一股狠劲 推倒在郎柱上 扰着她的脖子 这一瞬间 我想杀了她 她明明什么都有 却还要把令酒给求走 我想说 你若是欺辱令酒 我一定 一定会杀了你 九公主战红了脸 可是她这样身娇肉贵的公主 力气是比不过我这样野蛮生长的女子的 九公主 却突然不挣扎了 她盯着我笑了一声 喊道 令酒 我挣住 下一瞬 我的手被包离开 我跌倒在地上 眼前站着那道我念了许久的影子 我仰着头看她 我很少哭 可是忍不住 眼泪往下掉 令酒户在九公主身前 九公主笑道 做得不错 我慢慢地从袖中取出那枚平安符 刚刚跌倒十手擦过石头 难免生痛 我把平安符递出去 高高地举起来 我曾有一愿 愿令酒平安 她在九公主身边 想来是过得不错的 面色也很好 我该放下心了 却大滴大滴的眼泪掉下来了 你骗人 你明明该保护我的 令酒没有别过头 只是垂眼看着我 眼神和看草木 看完石一般 没什么区别 她没伸手 我没放下手 你挡在谁的身前 这枚小小的符 你要是不要啊 令酒 九公主则道 真是可怜 令酒 退下吧 令酒退下了 那枚平安符 掉在了土里 令酒不再是我的暗卫 神佛其实 不肯听见我的心愿 我感觉自己站不起来了 却被人从后面扶起 她把我脸上的泪都擦干净 裴大人站在我身侧 冷着一张脸 九公主这次未免太过分 九公主瞧着裴大人扶住我的那只手 开口说话 明明是她来找我的麻烦 你怎么平白怪起我 裴大人不说话 神情微冷地看着她 九公主带上一点泪光 她开口 唐仪 我当你是妹妹 你何必呢 方才被我卡着脖子 还不肯示意分弱地 九公主突然弯下腰来 扶着郎柱笑 那又怎么样 你总归是要娶我的 陪大人抬起我下河 她低下头 指尖微凉 她问 公主 你记得上次念的诗吗 我没能交完 观观居究 在河之舟的下一句 是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九公主如有预料地叫出来 惊慌无比地想要打断她 裴鱼 你不许 裴鱼 裴大人原来是教 裴鱼呀 她充耳不闻 继续道 我带你离开这里 你要不要嫁给我 十七公主 我抬头看天 宫墙之内埋的都是无名艳谷 嫁给裴鱼 离开这里 真是不能再好的选择 九公主求都求不得的福分 我耳边响起那片竹林的萨萨声 有人为我捡来商榷 为我露下清凉的月光 到头来 其实谁都救不了谁 是不是 我安静地看着她 却比划着手指 无声地问道 裴大人 西北洼 摄天狼是什么意思 这句词一直在她的岸上放置着 她正住 裴大人有惊世之才 可是须知 本朝若上公主是不能再入朝为官的 我总不能这样自私地就阻断她的满腔报复吧 总不能因为她的一点怜悯 就这样赖上她吧 所以 就算了吧 我开始有些后悔 放掉了那只小雀 没什么能陪我了 我只有那只笛子 可我不像九公主那样善于音律 怎么吹都不能像令酒吹的那样好听 没令酒在身边 我时常期盼那窗纱上能再出现可喜的影子 可是是没有的 父皇很操心我的嗓子 是从小高烧烧坏的 如今请了不少名医来看过 黑漆漆的药汁一碗碗地送过来 我也就一碗碗地喝下去 春桃对我说 公主都不用秘贱的 奴婢这边备下了这么多都没能用上呢 我笑着摇摇头 其实苦吗 不太苦吧 但是这一碗碗的药没能见半分起笑 父皇每每看着我不能言语的模样 就轻轻地叹一生气 其实这药应该是有用的 从令酒走了后 我就睡得浅了 可是喝了这些不知道是些什么的药 就在没有半夜惊醒过 五年一期的草原围猎又提上了日程 这是近来和西北各部落联系感情的事宜 西北各部被强大的岳枝统一后愈发张狂 每逢冬日便往中原来掳掠 父皇老了 不愿意再生更多事端 父皇这回把我带上了 原本是不打算带酒公主的 只是他看陪大人也去 便哭着闹着也要一同 我从未离过宫 这回去的是那么远的地方 春桃新奇地不得了 我却一阵一阵地胸闷 旁人都以为我是坐马车坐得晕 只有我默默地想起来 高僧那日那一句大胸来 我的车帘被掀起 裴鱼骑着马贴近我 一双眼没有往日的温柔 他沉沉地看着我 公主不该来的 我叹一口气 像是想哭 却又弯起一个笑来 我比划着 无声地说道 可是裴大人 怎样我都得来的 不是吗 他盯着我的手 墨地侧过脸去 像是憎恶自己的无能 屈辱地咬牙 眼里有泪 又转过来 西北望 摄天狼 公主一直知道什么意思对吗 我的十七公主 我放下了帘子 令九 你在哪儿呀 我害怕 父皇让人送了惊吓的酸梅过来 我吃了磕 酸的牙根软了一片 眼泪都快出来了 春桃咯咯地笑 说 十七公主受得了要那样的苦 却受不了这夹杂着甜意的酸来 草原上的叶很凉 天色往西边沉下去的时候 叶燕就开始了 九公主已经换上胡服快活地骑了几遭 马回来了 风里吹来的都是自由的气息 春桃却很害怕 他凑近我 月知那些蛮族 真的是如毛饮血的族类 打回来的猎物再火上过一下就送进口了 牙缝里奴婢都觉得沾着血气呢 我远远地抬眼瞧过去 正巧见到那边月知的贵族一刀砍下马首 却见了一脸 轻狂地大笑着 我急急地撇过头 我心里像是悬了一根线 看见夜幕下吹拂的草野 稍微安定了一些 夜宴上歌舞不停 我被父皇带在身边 连九公主的坐席都在我下边 不免引起月知注目 他们不多时就打听清楚了 当今陛下右侧作者的这位公主同样是出自皇后名下的十七公主 在宫中的地位也并不让九公主 虽然不会说话 但盛宠幽渥 可以说是皇上最宠爱的公主了 月知那位大皇子频频地打探过来的目光太过张扬 我手上的酒杯捏得不能再紧 这样露骨的眼光 九公主都看见了 她把眼睛往月知大皇子一瞪 轻蔑地看回去 看什么看 我诧异地抬起眼 九公主却把头一抬 我可不是帮你 酒过三巡 宾客尽欢 父皇不知是高兴还是倦了 眼睛搭了成一条缝 那位月知大皇子却往父皇面前一拜 行的是他们的礼 我有些走神 没能太听清 陡然听见父皇直起身来 叫了我一声 小时期 我一下就清醒了 周遭细碎的声音灌进耳朵里 我抬起眼 大皇子的眼神落在我身上 像是如毛隐穴的野兽看着猎物的眼神 我听见细碎的字眼 和亲最宠爱的公主月知不再进犯 蒙着的那层纱被揭开 露出旗下丑陋的那里 皇后把我记在她名下 父皇突如其来前所未有的关心 这场美梦一点一点地变色 支撑灼黑的网把我包裹住 陛下老了 不愿再多动干戈 月知的气焰一日比一日嚣张 没有什么比和亲再简便的方法了 可是九公主自幼在她膝下长大 从娃娃抱起到如今亭亭玉立 她到底是舍不得 她才想起来 还有个年最相近的十七公主 只是出身太卑贱 那便寄到皇后名下 免得人家说清见了戎族 父皇有时对我太好 好到他都忘记了 十七本不过是用来牺牲的女儿 又也许这样好一些 能补上她本就不多的慈父之心和一点愧疚 和宫上下都为我做了一场秀 我身处其中 半梦半醒 柔顺地接受 我到这一刻的时候 才发现我并不如想象中难过 可能是我更早地意识到 这些流露出的真情都建立在虚伪上 譬如皇后为我梳头十连护甲都不会取下 勾腾了我许多次 譬如这样圣宠之下 却没人发现十七公主没有名字 只有一个数字十七 譬如那场差点烧死我的火 和宫心之肚明是九公主纵的火 却没人敢提出来 原来从始至终 我就这样清除我的命运 递给我下下千的高僧 原来这就是你说的大凶吗? 是一开始就看见的结局 我觉得我是另久给我的那只鹅黄色的春花 那样渴望一点阳光 然而被攀折 被凋零 没有人能够救我 我想扯出一个笑 周围从宁智开始正常流转 那位大皇子却又说话了 陈愿为月之求娶陛下的九公主和十七公主 这话一出 四座都乱起来 九公主气得把杯子摔在地上 老臣颤巍巍地站起来 乱得一团 我弯起一个笑 抬起眼看父皇 手指弯折 很慢地做出几个手势 父皇皱着没看我手上的动作 却是不解的模样 我问 十七的名字是什么呢? 他看不懂 也不会回答 但父皇无暇再顾及我了 宴会上 因着大皇子这番得寸进尺 十分放肆的话乱成一团 到最后竟然是一个不花而散的结局 入了夜我的帐外侍从 到底是多了起来 不知道是怕些什么 春桃经了今晚的士怕得不行 正四处求告 想要换到别的主子那里去当职 我很理解他 我把自己埋在被褥里 露出小小的一片脑袋 我听见外头风吹过旷野的声音 我感受到自己咬着牙发颤的声音 然而 我连同被子都被拥进一个怀抱里 我闻见干净的青烛味 我冷得不行 温暖却一点点地传过来 令酒拥住我 抱得很用力 像是夏夜里的一场梦 他说 公主 不要怕 我带你走 我侧头发狠地咬上她的手臂 到一个公主 不会害怕 不会伤心 能睡好觉的地方去 你骗人 根本没有这样的地方 令酒说 有 我给你吹笛 她重复一遍 会有 我陪你 公主 我回过身勾住她的脖子 埋在她的颈窝里 贪婪地嗅着她身上的气息 她僵硬了一瞬 手穿过我披散的长发 安抚式地梳理了两下 她说闭上眼 在睁眼时一切就好了 她话向来少 可每一句都言出必行 我就闭上眼 她抱着我往外走 侍奉的工人早已晕去 避开一圈圈巡逻的侍卫 再牵上马 唯有往外时出了些差错 我听见兵戈相碰的声音 但只是一会儿 一把火烧了十七公主的营帐 世上再无十七公主 不知过了多久 也许是一会儿 我已经被抱在马上了 我听见令酒在我耳畔说 睁眼 我睁开眼 马在无边际的原野上跑 草在风里弯折了剥痕 我看见夜幕深紫色的低垂 无数的星星倒挂下来 令酒把我护在怀里 我摊开手 想要抓住风 却在下一瞬引火点点飞起 我侧过头 令酒空出一只手来 沉默地替我擦去塞上的一滴泪 我也压抑着一滴泪 这样的宁静不知晓过了多久 天际已经翻了雨堵白 一直到原野的另一头 在群山的脚下 令酒才停了下来 夜里寒露很重 我已经冷得唇色发白了 他升起火来 火光照亮 他冷淡的眉眼 令酒的半枚银质面具在月下泛着光 我披着他的外衣 静静地看着他 伸出手来 令酒看着我的那只手 不明所以地伸出自己的手 我错开 他顿住 我往他脸上的面具伸去 他握住我的手腕 眼中有情绪翻涌 我看着他 不说一个字 却没收回自己的手 令酒这样和我僵持了一会儿 像是妥协一般地放下了手 我一点一点地揭开他的那枚面具 我听闻本朝有位安乐公主 在上元节灯火流利之下 揭开他一中而郎的面具 所见面具下青年清俊无双 比灯火还要夺目些 安乐见之落泪 就此传承一代佳话 我揭开令酒的面具 面具之下都是火了出的伤疤 猙獰不平 烂肉生疮 他没说过在大火中救我 也没和我吐露过这些痛楚 我替他疼 眼泪往下流 你怎么不怕我以为是裴大人救了我 你怎么不怕我心一松嫁给裴大人呢? 令酒 令酒平静地说 别哭 令酒不会手语 可是他就是 知道我每每在想些什么 我擦了擦眼泪 他别过眼去 看眼前的火堆 很生硬地说 你哭了 我才疼 我把头轻轻地靠在他的肩上 抱着稀小小一团 他随手折了草叶吹 风声都弱了下来 我看见原野近处 慢慢地出现了橘色 于混沌中找寻到了方向 令酒说 往南边去 公主未寒 江南有流水小桥 还可以采灵 我弯着眼笑 但路上其实并不顺利 令酒的武功一流不错 可是他还带了一个我 不多时地则有一批暗卫追上来 令酒把我安置在草堆里 把农人闲置的草帽盖在我头上 歪歪斜斜地 这样生死攸关的时候 他却不合时宜地笑了起来 原是看着我这样滑稽的模样 弯起了眼睛 他很少笑的 这一笑却如同浮云被风吹开 露出玄日的光亮 他把脖子上挂着的那枚平安符取下来 连同一枚温润的玉佩 我证住 这枚平安符我认识 我曾经求得又吊在土里的 上面我给绣了一个酒 如今地还给我 旁边却是再多了一个十七的字样 那枚玉佩也被挂在了我脖梗上 我自幼便是暗卫 不知父母何处 唯有这枚玉佩 是我母亲留下的 她俯下身 看着我的眼睛 轻声道 我唯有一愿 唯愿长久 唯愿公主平安喜乐 平安是很平常的字眼 平安是很重很重的祝愿 她不在意地擦去嘴角的血 把我遮掩得更好一些 转身提起剑往外走去 我时常想 若是我不是公主就好了 可是我若不是公主 怎么能遇到令酒呢? 那我想 倘若天公能有之一回 我和令酒生在江南 她不再是暗卫 我也不是这个什么都不是的公主 或许有一日我彩玲归来 能遇见一个像冷箭一样的少年撑伞从桥上走过 若生不成人也没有关系 我想坐她窗前的明光 坐她门边的野花 无需她操劳 只要时刻陪她便好了 我只是想同令酒 长长久久 仅此而已 可是怎么办呢? 是上本就没有如果这回事 我只能在这堆乱草里 突然地见她往外走去 迎接属于她的战场 我这样垂下眼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令酒还没能回来 我头顶的草被揭开 我下意识地抬起头 却看见裴大人站在我面前 他带的侍从并不多 他第一句话是 公主 你得回去 第二句是 我不会让你替小九去和亲 我比划着问 皇上是怎样控制他的暗卫的 陪于看着我 许久才慢慢地 毒 早晚服用解药一次 一日不用如同白蚁食心 痛苦与日俱增 直到受不住 就该死了 我捂住眼睛 原来令酒这两日 是这样的痛啊 我才见到令酒今日壳下的血 他从没表现出来过 他不说 我生来哑 算不算另一种意义上的般配 陪于摸着我的头发 像是摸着一个小姑娘 石七公主 我可能不曾告诉过你 我初次见你是在永向那条路 你看着青石板上生出的一朵黄花 眼神是宫里宫外都见不到的纯真 我当时就想 什么时候就该把你这样的小姑娘偷出来 可是我有点慢 让你先见了别人 也让小九对你生了恨 其实 我和宫里那些人一样坏 可是 我们的公主不能嫁去那里 我没多想 壁画着说 我要令酒 平安 不要伤害她 给她求得解药 放她走 陪于看着我的手 点了点头 陪大人牵着我的手 拉着我往外走 他送我上马车时 我却听见了一样的动静 夕阳正好落下去 是苍凉的一片红 令酒的剑还在滴着血 他的鬓发散下来一些 瘦削的脸颊边上还溅了血 看起来受伤得不轻 剑被他插入土里 他站着看我 他要上来 却有无数犯着寒光的剑拦住他 他伤得很重 半步都靠近不得 一双眼 却看着我 无声无息地从眼角滑下一滴泪来 他在哭 我好痛啊 我茫然地想 原来自始至终 我和令酒 都到不了江南啊 要和亲的十七公主跑了 对外都只说十七公主因为失火伤了身子 月知很生气 根本不信此缘由 然而强闯营帐之后 床榻之上正是养病的十七 月知如此冲撞 却并不为冲撞了我朝尊贵的公主而声歉意 同时求取九公主和十七公主的口气并无改变 在迂腐的老臣都不愿意再和月知以礼相待下去 可是父皇老了 仍然犹豫不决 培于没能保下令酒 父皇的怨气无处发泄 看我不顺眼 看这个差点带跑我的暗卫更是不顺眼 令酒被捉拿回来 父皇下令 零持二字 皇权之下 谁能与之抗争 令酒被往外拖 我哭着往前爬 抱住我父皇的脚 却被一脚踢开 我拔出旁边侍卫的剑 太过突然 都没人能够阻拦我 我把刀架在脖子上 我颤抖地开口 尖叫出来 酒 令酒 令酒不能死 场面似乎都静了下来 哑巴能开口说话吗 但未均故 妾寸心如狂 我声音还哑色 却一字一顿地开口 令酒 平安 我手上的刀锋更近一寸 血沿着刀往下滑 父皇看着我 浑浊的眼里不知想到了什么 竟也有些动容了起来 他点点头 我的刀被夺走 我跌倒在地 数不清地工人涌上来 为我封住不停出血的脖子 我艰难地回过头 正好见到令酒背着光回望我的眼神 只有短暂的一瞬目光交接 他被带离 我被工人挡住 我想起那个窗外有小小竹林的宫殿 九公主派了侍卫来欺辱我 她站在我面前为我挡下阴影时 也是背着这么好的一片光 眼泪把我的视线封住 我疼得呼吸不过来 我想起来 我没和她说过喜欢 令酒啊 令酒 你知不知道 本公主 清新 你很久了 不知道也没关系 我唯有一愿 愿与君长久 不长久也行 那就唯愿令酒平安 哑巴真的能开口说话吗 抓着一截莲藕 啃得小孩看着我 眼睛很圆 远处荷叶层叠 被风吹出一道浪来 我笑着说 对呀 她继续问 那后来呢 公主和她的暗卫怎么样了 暗卫知道公主的喜欢了吗 我的笑淡了点 说 没有之后了 小孩恨恨地咬了蒸熟的莲藕一口 就知道你是骗人的 哪有十七公主啊 我只听过九公主 不和你玩了 很不高兴地抓着她的莲藕跑了 我拖着腮看荷花在风里吹拂 绿水默默地流过一横桥 后来我没有再去和亲 因为当晚醉酒狂妄的大皇子闯进了九公主的营帐 九公主曾经想让侍卫在我身上做的事 到头来却灵验在了她身上 她性子向来劣 拔剑自吻了 父皇这下真情实感地流了泪 与月之之间的矛盾都借此爆发了出来 裴大人所说的西北望 摄天狼并非虚言 三年把西北收拾得服服帖帖 她送我离了宫 世间再无十七公主 那一时的风光除却当局者再无人记得 我临走前 陪大人摸着我的头 她说 小时期 这下该在阳光之下了 我在江南定居下来 我从前有个暗卫 但暗卫没有了 江南的雨来得令人不知所措 绵绵的雨丝落着 被风吹得斜斜的 落在身上微凉 有人撑一把伞在我头顶 伸出的一只手薛寿有力 浑身的气质像冷箭一般 却莫名地柔和下来 裴大人再没有食言 解了令酒的毒 又送他与我一同到江南 令酒低下头 牵住我的手 她说 公主 我们回家 我弯起眼 仰头道 令酒 我刚刚想到 若是我们生了女儿 要不要叫二十六 她耳后攀上一点红痕 然而牵着我的手却更挤了一些 她补充道 儿子也可以叫 十七和九 二十六 我从没说过喜欢 可是我的十七公主 喜欢 是不需要说的东西 不论你是雅 是龙 喜欢是藏不住的 唯愿与子携手 长久长久 与共白头 那个有的时候 和你疯独积的 你疯独积的 你疯独积的 蛇独积的 一切都 有时候